大家好,我是雷扬,祝英王体育的朋友们红红火火,都能够在英王体验精彩人生。 3日星期五一点,赛事分析,欧罗巴资格赛第二回合赛事,首回合阿诺索西斯做客0-3大比分赋于维也纳快速,球队基本晋级无望,主场要翻盘必须竞胜3球或以上,难度太大。 阿诺索西斯是赛普路斯球队,这支国家队在欧洲算是予南球队,国内的俱乐部自然也强不到那里去,在首回合0-3负于维也纳快速。 全场比赛阿诺索西斯仅二角射门,角球数1-9,控球率39%-61%均有明显劣势。 维也纳快速是奥地利的传统强队,近年屡次参加欧罗巴赛事。 本赛季他们在欧冠资格赛两回合2-3负于布拉格斯巴达无缘晋级欧冠下一轮,降级踢欧罗巴赛事。 首回合大比分领先,维也纳快速可以轻松应战。 指数走势,数年距方面开出维也纳快速让半球指数,后市中水走势对客队继续抢分比较支持。 阿诺索西斯是欧罗巴的弱旅,实力的巨大差距翻盘有心无力。 这场赛事继续支持维也纳快速客场凯旋。 记得下方点赞关注评论,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。 谢谢,thank you。